自建房一楼已经封顶了 经过一个晚上的凝固 现在楼面已经完全可以上人了 这是整个楼面的情况 这边我们是卫生间 卫生间这里预留的是下沉 大概是12公分左右 12到15公分 很多朋友说没见我的卫生间预留 这里预留的卫生间 预留的有这个 这边是洗手池的盆子 然后这边是淋浴 这个地方是马桶 马桶我现在目前用的是一个150的管子 后期买110的管子都可以了 然后这个马桶里面的墙挺是40公分 这边是一个上水 这是一个滴漏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淋浴区 这个地方是淋浴 淋浴这里单独又留了一个下水 这就是整个卫生间的这个上下水的布置 这个楼面呢 我现在目前只做了一个简单的 没有磨太光啊 因为这上面还有铺砖 所以说就做了一个茅庙出来 在这个前面这里预留的一个下水 这个地方是一个下水 总共在这一层这里总共留的是两个下水 这是一个下水 然后对面是一个下水 因为从这个区域开始 一直到上面这个柱子这里 再到对面那个柱子这里 这个区域呢是不盖房子的 这个区域后期全部都是一个漏台 就这就这一大片 然后它的后面这个地方全部是需要盖房子的 所以在这里呢 又单独又还留了一个下水 下水留在这里 从这个地方开始到这后面 这里呢全部都是需要起二层的 因为我们这个二层的话 这个面积我把它减小了一点 所以说后面这个地方全部 这一块呢全部是二层 这个区域呢向外延伸了有80公分 因为这边呢后期要是从这里直接过去 上到这个楼面上 这个楼面上的话后期也是漏台 就把这两个楼全部连通了 这样过去的话整体是比较方便的 在前面的这里 这一脚我没有做啊 这脚有可能会有可能会做个楼梯 现在目前暂时还没有做啊 只是有这个计划 所以说呢就把这个横道留出来了 一大早呢 这个工人师傅呢 就过来把这个楼梯上面的这个板子 踏步的板子先去掉 现在去还是比较好去的 如果等整体凝固好之后再去就不好去了 现在去这个也不影响 所以说他们就先把这些东西先去的 该去的都先去掉 这些东西先去掉 由於裏面膜 reż,清理水 助於裏面膜 入隔煮 當油是一朵盤 液晃 讓這個鍋子 用磨砂 土手 这个楼面浇上水之后呢 就能看出来了 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 这个水流的方向就看得很明显了 不过这个也不影响 因为后期铺砖的时候要整体要找这个水平 现在只是大概看了一下 整体因为这边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干啊 所以说这边还没有浇水 到中午就可以浇了 今天我收拾一下 现在准备去我们县城去拉一套推拉门 因为我们现在农村这个房子都正在建嘛 准备起二层了 那么二层上面计划的是有两套推拉门的位置 所以说呢 现在如果说我们去定做这个中空双波的推拉门 那么一平方这个应该是五六百块钱一平方 那么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 一个推拉门下来可能第三四千块钱 现在我们这个县城的小区有的人装修的话 比较就是有的很多这个推拉门都拆了嘛 不要 那么这个推拉门其实价格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个钱我们看能省还是可以省下来的 刚好来说在之前我就托朋友打听 然后这个推拉门现在目前有一到两家 有等时候有两套 那么的时候我先去看一套 看那个怎么样 那个价格不贵 不贵 大概这个第二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 看看能把那个推拉门能不能搞定 好了 出发 我已经到这个小区楼下了 就这个小区这样的房子 现在上去看一下 我估计比一两个人应该弄不下来 看看吧 坐这两个 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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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哇 哇 是挺宽 嗯 嗯 两米 两米 两米五 这两米四多 两米四五左右 宽度一米五三 嗯 嗯 嗯 对 明明的双层重啊 嗯 双层重 慢点啊 嗯 往那间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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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出来 要整个一个包压住 哎 对对对 好 好 嗯 接着这个空间 嗯 对 快接着 穿得多 算了朋友们 刚刚看到那个特拉门 最终我决定放弃了 第一是那个特拉门太重了 因为它的宽度是一米五三高度两米四五 而且是中空双波 下来有大概有150-160斤吧 电梯进不去 然后呢 走楼梯它是16层的高度 然后 往下背 两个人都不太好掌 啊 两个人都不太好掌 如果说是两个人去 两个人去弄 这一趟下来 还估计第一个两扇门 我估计啊 没有个两三个小时是下不来的 所以说想想还是算了 万一你说这个门这么宽 楼梯它又不是很宽 磕着碰着了 然后再再再弄 我觉得这个东西划不来 所以说呢 就就放弃了 放弃了 后期再遇吧 如果说在县城这一片了 这个还有哪个小区拆下来的特拉门 不要的 可以给我留言啊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说家里留的不要的 给我留言啊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盖这个 准备盖二层了 那么在这近半个月之内 能联系上 这样的话 我们在起二层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门洞 什么东西全部留出来 就可以把这特拉门可以装上 要是全部起起来之后 可能这个尺寸有可能就不合适了 好了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再见